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今日点击石头评书 那918的游行呢 虽然涉及到的城市呢 更多 大概一百多个 但是呢 整个场面呢 非常的和华 场面的和华 表现出来的呢 很多朋友说呢 我们网上评论也看到 就是应该是胡温呢 在直接插手这件事情 这就是我跟大家曾经分享过的 作为这一次反日游行的一开始 是曾庆红 周永康手下干这太多证据 但是当事情出现变化 出现大的变化的时候 那胡温突然明白过来 抽身 包括习近平抽身 来进行控制 但是爱国主义的宣传 却是党的历史当中一直在使用 所以他不能打破这个爱国主义 所以才在网上呼吁叫理智爱国 对吧 这是我们看到 所以到了918特别的日子的时候呢 那完全应该是出自于政治局常委 中共中央办公厅在指导的这一次 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而这种做法呢 作为一种反验证呢 就是在19号 19号一小撮人 几十个 突然转向不凡日了 去劫美国驻中国的大使的车辆 国家会的车辆 去砸 叫打倒美地 那是个女人喊的 我听着那女人喊的 我就心里想 就是说 诶 这就是有来头 你 我们另外一期节目看过那个视频 你听听那女人喊的话 你就知道 那有来头 那根本不是她 背后有人在干 她获得什么东西 她自己心里明白 但她拿得着拿不着 那就是鬼知道了 因为她在跟魔鬼跳舞 所以918被胡温习近平控制的 进行大规模的这种控制下的抗议 到了9月19号 突然有人突破这种控制 跑到美国人那去那干 直接挑战美国大使 而美国人自己呢 因为国内的一个作家拍了个电影 直接触及到海外其他的一些国家的信仰问题 所以美国的大使馆 大使本身包括在利比亚的大使呢 被恐怖分子袭击了 死了 所以美国各地 住美国人住各地的一些相应国家的一些大使馆呢 都受到了冲击 在这种背景之下 突然几十个中国人去袭击 骆家辉的坐车 这就造成美国人很紧张 这就故意在挑起中美之间的关系 你不是爱国吗 你不是胡锦涛也好 习近平也好 你必须护着爱国的这个旗子吗 我就拿着这个旗子恶心你 这就是曾庆红老坏了 所以大家看到的时间非常清楚 15号16号 全国范围内的打杂抢势的反日游行 这是曾庆红他们干的 到了17号18号 那胡温习近平反应过来 赶快去弄这件事情 因为习近平15号的出现 跟15号的大游行是同时出现的 这就证明习近平根本没有能力 就没有时间去管有关游行的这件事 他管的是另外的事 处理的是中共高层的事情 所以让曾庆红钻了空子 让这个李长春大肆利用人民日报和这个环球时报在干 然后周永康把警察派下去游行砸车 这就是我们看到场面 结果到了17号这天 稳了稳 到了18号 胡温习近平知道 缓过神来了 全国控制 进行游行 场面得护住 对吧 包括什么多几百条渔船 要到钓鱼岛去钓鱼去 这都是这个政府的行为 要不能逆着民意而走啊 因为曾庆红他们已经把这民意给调起来了 所以当被控制的时候呢 那武警的那周永康坏呀 曾庆红也坏呀 他们闲鱼翻身的 一牛脸打了又打了习近平和胡锦涛一措手不及 直接冲向美国人 直接冲向骆家辉 我还是说那句话 从视频上看的特别清楚 怎么游行的人会跟骆家辉的这个坐车 同一时间到达美国领馆门口呢 谁呀 石涛哪知道啊 哥们你知道吗 你也不知道啊 他为什么能凑这么近呢 这就是问题 所以这是我们真正看到的场面 前提就是我一直讲过的 要借着薄熙来的事情 王立军的事情 要真正面对中共的崩溃 今天谁会有权利 要快马加鞭的在这方向走 否则的话会吃哑巴亏的 所以现在哑巴亏继续在吃着 温家宝也好 习近平也好 继续在吃着哑巴亏 而在整个过程当中 我们还是看不到温家宝 有什么非常明确的表态 这就是疑问 这就是最大的疑问 那针对这种场面呢 何清莲女士呢 写了一篇很长的文章 我觉得呢 有她非常分析的非常独到的地方 就是她分析这一次反日游行的真正核心的 背后的黑手是什么 目的在哪 文章题目这么说 反日爱国游行的目标 直指温家宝 九一八反击风云突变 这是她直接讲说 反日游行本身的背后的权力斗争的身影 她一个梗概的一个内容提要这么讲的 从游行的发动过程 及部分参与者的诡异身份来看 今年反日爱国游行 明显反映出十八大权力交接当中的高层的这种分裂 有的势力处于攻势 希望从中得力 有的势力处于守势 希望能够控制试探 文章讲说 从九月中旬开始 人民日报和环球时报等喉舌的寻寻善诱之下 中国的反日爱国运动 终于在九一八 八十一周年纪念日呢 达到高潮 从游行示威的过程 及部分参与者本身呢 诡异的身份来看呢 我们看到今年的游行呢 今年的反日呢 跟以往完全有很多不同之处 这是他提到的 所以大家注意这里 他首先提到是人民日报和环球时报 这就是李长春所下的功夫 他讲说 第一个他就提到 这场爱国的策划 爱国行动的策划者 和各地方当局所相应的措施 明显反映出 中共十八大权力交接过程中 高层的分裂的这种状况 有的势力处于公事 希望把事情闹大 最好能够擦枪走火 以得以机会呢 从中居立 他讲说 十五号十六号的游行的场面 就可以看到这种概念 而有的势力处于弱势 希望各地方的游行示威 能够被控制在一定的范围 不至于影响整个的国际社会 所以十八号的游行 武警的全副武装登场 他认为是这个原因 所以我们也看到了呢 十九号 有人袭击 骆家辉的坐车 就是希望把事情闹大 这处于公事的一方 紧接着还提到说 某些政治势力 是这一次反日游行的 真正的导演者 而便衣军警 却是这一次的演习的 主要的演员 导致这场爱国主义游行 本身的正当性呢 严重质疑 这就是我们提到 这一部分呢 是周永康干的事 他也提到说 很多地方的游行呢 游行的带头人呢 实际是当地的军警 警察派出所 而有些地方的官员呢 是直接参与和动员的 这种游行的 他说在新浪微博实名认证的 上海一家企业的总经理 叫做包布勤 在九月十六号 凌晨发布了一条消息 是这么说的 我外省读的高三 今天参加了打杂烧抢 诸州平和堂的机会 是诸州日报社组织的 这个国家 谁才是最大的黑社会呢 诸州日报社组织的 李长春组织的 对吧 新闻媒体 而李长春组织媒体本身 背后的另外一方 一方呢 就是政法委系统 周永康组织的 所以何清莲女士 直接讲 能够对警察与媒体 进行垂直管理的 主要是中共政法委系统 和中宣部系统 也就是周永康 与李长春 这两条线 所以他讲说 中国人现在早已经不是 毛泽东时代的渔民了 对这一次爱国游行 背后的复杂因素 他们看得非常的透彻 他就列举了很多 真正的朋友 在网上的讨论 所以我们也看到 这一次游行呢 大多都是三十岁左右 往下的年轻的男的 而真正的文化人 参与的很少 这我们在另外一个节目当中 跟大家分享过 所以 而这二三十岁的男人 有多少是城管 有多少是这个什么 公安的协警 有多少恨不得是武警 这都很难说的 那第二个 何晴莲女士提出来的 说这一次反日爱国游行中 打打抢暴行非常严重 为以往任何一次 反日游行都不相同 对于打击对象 既是日资企业 同时又是中国人 凡拥有日本车 或者经销日本产品的电子 无一幸免 制造事端 完全挑起老百姓之间的事端 谁愿意挑起事端呢 处于弱势的人 握有权力 却处于弱势的人 所以何晴莲女士指的非常清楚 而这种做法会导致两个结果 第一个就是日资被迫大规模的撤退 媒体报道 日商已经决定关闭 在中国的211家便利店和超市 而日资工厂目前大部分都在关门歇业 而日本的全日空 而日本的全日空航空公司 9月18号表示 已经取消了9月到11月期间 中日航线的 一万八千八百个座位 其中三千八百个座位 是日本飞往中国的航班 另外一个一万五千个 是中国飞往日本的航班 所以似乎看起来日本的损失很大 而实际打击的呢 却是今天中国企 中国社会当中的 已经非常脆弱的经济状况 矛头指向温家宝 所以这就是我一直跟大家提到 没人懂得曾庆红有多阴险 你今天看到的一切 在外面打砸抢烧的这些年轻人游行 拿着毛泽东像年轻的这些游行 这些人 相当一部分人 在曾庆红的眼睛里是二 而在人民日报海外版 9月17号的报道当中 曾经这么宣称 中国抠动经济板机 日本将倒退20年 在前两期的节目当中我们提到 中共宣布的GDP的增长 老百姓的收入 在GDP增长当中所占的份额 持续下降 你跑那摇气呐喊你了 喊六喊三 人呱呱这一类的人 在美国坐在这个自己的公寓里面 自己的豪宅里面笑 哥们这群二真行 真替咱哥们姐们解汉 真给咱们拔一份 他们喊半天 钱在咱兜里头 他们自己的钱还越喊越少 你说天下哪有这样缺的 绝对是 而在文章里还提到说 这实际中方所蒙受的损失实际更大 既来自于日资企业提供的税收就业 而这两点正是今天本政府最头疼的经济问题 尤其是今年新增外资正在减少 原有的外资在相继撤退 温家宝和下届总理李克强为此忧心忡忡 这种打击的矛头直接指向谁呢 是非常明显的 第二个他提到说 这样的做法会引起中产阶级的严重的不满 也强化了中产阶级对中国境内的革命的恐惧 而紧接他提到说 在今天的中国的中产阶级主体是贫民子弟 在社会上升渠道极其狭窄的中国 他们拥有今天的地位是透过多年的辛苦的拼搏 而平时他们在 他们生活在政治上层的压力的这种权力的压迫之下 和社会底层大规模行使犯罪的夹缝之中 他们寻求安定 他们在政治上很保守 担心和害怕社会革命 没错 这就是网上很多人说 现在不是挺好的吗 石头你干嘛老说共产党不好 共产党也有好的地方 被砸汽车的 有多很多人就是这种观点 今天砸你脑袋上 革命就是杀人 革命还分杀谁啊 该杀谁就杀谁 需要杀谁就杀谁 至于你有没有问题 你属于幼稚的看法 说我没问题你干嘛杀我 幼稚 革命需要杀人 需要流血的时候就杀你了 就这么简单 革命需要你支付的时候 你就得冲上去 就这么简单 所以在文章最后 他是这么讲的 他说上述这两点呢 只是展示出本次爱国游行当中的部分的场景 至于许多城市出现了 把毛泽东的像挂在一起 明确讲说钓鱼岛是中国的 薄熙来是人民的 他说看起来是薄熙来的粉丝 其实更大的可能是幕后操控者 故意掩人耳目之举 这就是我讲过的 这是曾庆红坏的那地方 他同时把薄熙来卖了 但是他要打着薄熙来的名义干 他曾经打着江泽民的名义干 他现在打着薄熙来的名义干 薄熙来反正已经死了 江泽民也死了 所以他们想渔翁得利 而他们李长春也好 周永康也好 曾庆红也好 他想渔翁得利的原因 是在过去的 他们内讧的过程当中 他们处于弱势 他们怕被清算 他们怕把从他们身上 所反映出来的中共邪恶的一面 在他们身上落到实处 从而被清理出去 这也就是胡锦涛本身软弱之后 所带来的客观的结果 所以这整个呢 作为这个何清莲女士呢 也是这么提的 但是他最后他提到一点 就是中共军方的势力 实际在这一波的浪潮当中 一直引在背后 没有动 没有说 所以这也就变成了 一个不可估量和难以平衡的 难以能够预测到的一个变量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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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